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呀 没有办法啦 世尊啦 修菩提 菩萨如果无助向布施啊 他的福德也是跟虚空一样不可思议 为什么跟虚空一样不可思议 因为他心空的 他有没有执着 有没有助 没有 无所助嘛 无所助就是空啊 空的时候他所做的布施有没有目的 没有 那不可思议 他就讲这个 心如果有目的就是怎样 这是有顾问的福德 但是不能达到不可思议 所以呢 修菩提 菩萨无助向来不施 福德因无事 不可思量啊 修菩提啊 菩萨当因主所教主 菩萨因主使教你们 住这个心的东西 是要像虚空一样的 不要有一个目的的 有一种为了名 为了利 为了财 没有的 是完全是为了怎样 为了来度化众生跟菩萨 完全一体虚空的 这个叫做无所助 修菩提 为什么无形象的布施 其福德是不可思量的呢 我再问你 东方的虚空可以思量吗 修菩提回答 不可思量的 是尊啊 佛又问 修菩提 南方西方北方 东北方 东南方西北方西南方 自为上下的虚空可以思量吗 修菩提在这回答 不可能思量的啊 世尊啊 修菩提 菩萨若能无助向的布施 心若太虚 毫无分别 当然他的福德也跟虚空一样 也是不可思量的啊 那个六祖一听到这句 六祖说他开悟了 因无所助的布施 他开悟了 他知道了 因为他的自信功德是不可思议的 自信功德是没有执着心的 他流入他的自信功德 一直澎湃不止 他就用他的自信功德去做了 自信流入出他的清净的心的本源 他这样子一直去做事 他没有一点点的执着 修菩提 菩萨就是要有如虚空的心 一般的无为清净 毫无分别的对待 才是佛所因教化菩萨 如是妙行无助的布施 才是真正的菩萨 所以有一种 尼菩萨过江自身难保 这是因为他还有助的心 有执着的心 就一考就考倒了 如果没有执着的心 没有为民 为利 为财 为全是为任何的东西 为色身相位处啊 而来行布施 完全是完全奉献出来的话 千摩百考 都考他不倒 为什么 因为他如虚空 虚空有多大 他的佛心就有多大 心若太虚 所以我说佛头叫做什么 法空怎么样 法界藏身 法界有很大哦 他心跟法界一样大 他法界可以藏着他的身体 叫奥妮托佛 因为他心就跟法界一样大了 所以我们人不要小看我们那颗心 那个心我们自己把他认为很小 就变成像蚂一样 以后你转成就变成蚂蚁了 蚂蚁的话就是 他生活很快乐 如果你心很小的话 你就跟那个鱼虫一样 吃的那个大份也很快乐 大份鱼虫吃起来就很甜的 很甜 美味的 我们看着大便的坑 我们觉得很难过 但是你问那个鱼虫 吃了怎么样 好香哦 好香 好棒哦 好香哦 来这边每天要享受美味 因为他 因为他被他的色身相位 局限在那个界线里头 他因而生存 就这样子 那我们如来的佛心的心 是跟虚空一样大的 我如果要心都这么虚空 他没有说 那我们在人界 就是对人界的追求 人界的执着 一定会有 因为要 养个恶妮要赚钱 那样子就有 但是不要忘记 在这世间里头 叫做业力 我们讲叫做业报生 有这个业报生的时候 你还要再努力去修一座 发性生 借贾来修正 借这个人间的这个东西啊 来休息 因为还有更高的境界跟领域 我们要往上提升 他不会在世间里头 为了为了感情自杀 为了金钱 没有拿到的杀父母亲 很多世间的零零种种 都为了什么而怎样 都为了斟酌的金钱啊 色欲啊 名利啊 都色彻香味去把这些 而造成了自己的痛苦 只有也有修行的人 绝对不会的 因为如果我们跟菩萨 一样的虚空 这会有贪欲呢 只有界定会啊 哪有贪神痴呢 不可能会有的 所以这个就跟大家讲一下说 修菩萨的人 就是要这样来修 才叫做菩萨